健康好生活,健康好健康,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孟宣,講到健康各位觀眾你相信嗎? 台灣每年用掉6億公頓的免洗塊,其中夜市就佔了四分之一的用量 長久下來對環境造成了危害,桃園的西人夜市進行了一場環保革命 全面經用免洗塊,改用由稻殼製成的稻殼塊 這項決策也把西人夜市成功打造成一座環保夜市,增加了更多的來客量 今天節目將帶各位觀眾來到高雄,我們將實地走訪高雄的瑞峰夜市 需要微信分析探討夜市攤判對盜盒快的口碑接受度,並採訪盜盒快的經銷商 大家要知道,免洗塊在製作過程中可能加入二氧化硫和雙氧水漂白,嚴重危害健康 這樣的免洗塊,你還敢用嗎? 節目中請來,稻殼塊高雄區總經銷代表姜小姐,來為我們介紹稻殼塊 同學好,各位觀眾好,我是稻香物康世寶的經銷商 稻殼塊主要成分是年齡過後的剩餘產物,特色是可自然分解 本公司生產的稻殼塊是市面上的新產品,無毒不會造成環境危害 由於生產成本偏高,曝光率低,缺乏廣告推銷,消費者大多不瞭解此產品 不過,因為是新產品,曝光率低可多透過廣告來傳達環保概念給消費者 並藉由民間環保團體向政府建議推行稻殼塊取代免洗塊 更建議政府補助降低成本量產進而取代免洗塊 在隨著全球環保儀式抬頭下,可玩笑至國外 本產品由稻殼製成,強調安全、環保、無毒無在、全省全聯福利中心以及MOMO購網販售 凡是購買500雙即贈送100雙,並利用新人驗室全面改產稻殼塊來做公共宣傳 我們的稻殼塊無論老少均可使用,稻殼製成可避免擦傷,在實體店面以及網購皆可購買 有疑問時還有專人在臉書及官網即時回顧 好的,請問一下張小姐,請問政府目前對稻殼塊有補助嗎? 那試案夜市那些台判對政府有補助嗎? 負責訂購的是新的夜市官委會,他們本身想做一個環保夜市 所以才會全面改產稻殼塊,所以不清楚他們是否有政府補助 好的,感謝張小姐詳細的解說 想必各位觀眾聽完張小姐的介紹後,都更了解稻殼塊之項產品了 那夜市攤販對稻殼塊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讓我們健康特派員到瑞珀夜市錄個仔細 各位觀眾好,我是健康特派員維同 今天要來訪問夜市攤販對稻殼塊的想法 走,那我們一看究竟 欸,阿姨你了? 阿姨,你把這個炒豆腐免洗塊使用量乾杯很大 欸啊,很大耶 這樣喔,你怎麼知道稻殼塊這個產品? 知道啊,小小我來做功德啦 你怎麼有想法要把免洗塊換掉,改造稻殼塊嗎? 沒有咧,心不太高,人家一次都拿十幾倍容量太大 阿蘇金有,如果是有補助,你怎麼願意使用 這好,如果是願意補助,一願意想我的可樂啊 好,謝謝阿姨,以上是我在瑞夢夜市做的採訪 根據健康特派員維同的訪談結果 我們可以知道夜市攤販的心聲 攤販們都願意採行改用稻殼塊,但是這一大的敵人是成本問題 若是能尋求政府補助克服成本問題 那南台灣的第一個環保夜市可能就誕生了 另外節目中我們起來稻殼塊公司的行銷服務,孟小姐,歡迎您 從一開始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知道 會公司其實並沒有特別推動什麼行銷策略 那近期有推出什麼比較吸引人的行銷策略嗎? 本公司針對夜市攤販及消費者提出的快樂行銷策略 對夜市攤商來說,最重視的就是成本 因此我們初期採行低價策略 而宣傳策略由我們提供宣傳單以及攤位上的適用 就能增加到更快的使用量 消費者這方面則需要更多的推廣搭配相關的促銷活動 加上消費者喜愛的體驗行銷 因此我們想建設快樂觀光工廠 主要分為四部分 稻谷歷史館透明化的生產線 而體驗區分為兩部分 一為實際觸摸鼓舞,二是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大可快 文創禮品館中則販售相關文創產品 以上是我們領定的快樂行銷策略 第一位摩小姐介紹,觀眾們是不是都跟我一樣期待快樂觀光工廠的成立呢? 經過今天的節目專訪,我們得到以下三個結論 大可快為環保餐具新興,但因為廠商並沒有明確的行銷策略,再加上價格才是攤商使用的第一考量 因此我們給予下三個建議,政府應學助推動,廠商應加長網路推廣增加知名度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我是主持人孟軒 我是溫瑋彤,我是張子邦 這趟好生活,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掰掰 掰掰